年薪如果是132萬 在基隆市政府就是處長 局處長 就是這個薪水 我聽說副市長 也是差不多這個薪水 副市長沒有多多少 只要有人檢查 這個案子都全部掉了 所以基層的公務 也沒有人敢做這種事 我看這話是全台灣 這個案子沒有去怕 絕對沒有去怕 沒有人敢在摸 記者都不敢在摸 豬尾 豬尾接到電話 什麼 奉市長口譽 奉處長口譽 口譽就是說 我跟你講 叫口譽 或者是奉軍長指示 起這個標案 這個標案起得莫名其妙 楊寶貞 你去領這個錢 你不會領得心安 這如果鋼翁翁就對了 鋼翁翁 這種叫黑官 這種叫黑官 你到底是什麼地位 你叫安新亞 一樣就是一個推廣大使而已嗎 然後這個標案要求 這個安新亞要求楊寶貞 做什麼事 做什麼事 出席四次的記者會 就這樣 哇 四次啦 你直接擺最平衡 擺錄啦 要來跑 他就叫他出席四次 四次 這樣他出席一次記者會 可以領三十幾萬 對 就跟我的偶像 安新亞一樣而已 比安新亞過啦 比安新亞過 所以這個案子充滿了離奇 我相信全台灣的公務員 看到這個案子 一定心裡想說 好可惜我沒有一個人起政府 好可惜我的長官 不會叫我起這種標案 因為基隆市政府 今天有一個庭 跟謝國良有關的新聞 以後 東岸商場的這個民事庭 在今天開庭了 但是呢 有另外一件事情 因為他昨天啊 就特別公佈了說 基隆有政策推廣大使 然後我們也知道說 就是楊寶貞 進一步去挖 他才發現說 這個標案 標案 132萬 然後 只有一個廠商來得標 來標啦 只有一個廠商來標 然後得標就是 廠商叫楊寶貞本人 132萬 所以我們幫他換算之後 他的月薪 11萬 我本來以為說 是不是他是從4月開始接 然後一直到年底 因為他是2024的政策推廣大使 我後來看到他的那個案子是寫5月15 今年的5月15 到明年的5月15 好 那我們就算一年 所以他的月薪是11萬 11萬是什麼level 在基隆市政府當中 這很好喔 可以領到11萬喔 年薪如果是132萬 在基隆市政府就是處長 局處長 就是這個薪水 我聽說副市長 也是差不多這個薪水 副市長不夠多少 不夠多少 那這130萬 他怎麼照標呢 我們昨天還在討論說 奇怪 他怎麼照標的 原來基隆市政府開了一個標案 這是他開的標案 叫2024什麼 基隆政策推廣大使 這什麼計畫對不對 問題這個計畫沒有人看到 今天大家這個新聞出來 大家都奇怪的 我們怎麼不知道有這條 大家我也來標 因為網路上沒有啊 網路上沒有 你說網路上沒有 那怎麼招標 對啊 他採取了一個叫做 限制性招標 括號 未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括號 這是一個限制性招標 限制性招標的意思就是說 我會限定廠商 限定什麼資格的廠商才可以 好 第二照道理這種限制性招標 最常見的 這是公開徵求 公開評選 就是說我公告說 有一個服務拜託你來 大家來照標 寫計畫書來 一般都是公司來投標 自然人當然也有 可是你總要交一個東西來 然後來的時候你要來報告 像上次我們講基隆那個案子 不是有評分表嗎 對不對 這個案子都沒有 然後不知道什麼時候公告 因為他沒有公告 所以不知道什麼時候招標了 可是知道什麼時候決標 就是這個禮拜一決標 這個禮拜一決標 所以他們開了一個記者會 各位記者 他開了一個記者會 好 問題是這個案子沒有公開徵求 也沒有這個公開評選 重點是這個案子是什麼標 這案子叫最低標 那就是要價格誰低 價低者得嘛 對嘛 價低者得嘛 對啊 那這個楊寶貞得到 用132萬標到嘛 對 那是不是如果有一個人 投131萬 高嘉瑜啊 我131成交 可不可以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 找不到 找不到門 不知道有這個案子 他沒有公告 所以你不知道 對 所以他就得標了 那這個案子 到底這樣子弄 有沒有違法 我現在先講 他有沒有違法 他沒有違法 因為政府採購法裡頭 有開了一個門 叫做 如果你這個案子要找的對象 包括廠商或自然人 他在這個專業領域上 在專業領域上他是獨家 他有領先地位 他有領導地位 或者在學術上的成就 是領導地位 一般如果買東西 就是說 他這個零件 只有他有 對 他有 這東西專台灣 就是獨家代理 你剛剛講的這個內容 是一個客觀條件 可是在楊寶貞身上 就變成主觀條件 就是說 他在這個領域裡頭 具有領導的地位 具有領先的地位 這件事情誰認定 招標的單位認定 那招標的單位 當然就是基隆市政府認定說 你有 重點來了 這個案子是最低標對不對 最低標的意思是 不用搞計畫書 最低標就是叫你來 你寫一個價格 你是135萬 是不是 134萬 132萬好 那就你得標 所以他到底哪裡有領先地位 你最終要搞一本招來 搞一本計畫書來 跟大家說 你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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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都不用 然後就得標了 然後得標之後 他就變 基隆市的什麼大使 以後基隆市要領案件 都這樣領就對了 我今天問了一堆公務員 問我台中市政務的一堆同仁 我說我任內容 怎麼領過這個 他說局長誰敢弄 誰敢去弄這種限制性招標 為公開徵求跟公開評選 沒有一個公務員敢用 因為監察院跟公共工程委員會 一定會查了 查說你為什麼會起這個標案 因為要起標案 第一個最基障的公務員員 你怎麼會起這個標案 這個條件是誰告訴你要 訂這種條件 你們怎麼找到這個人的 為什麼設定最低標 所有的簽程接下來 監察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只要有人檢查 這個案子都全部掉了 所以基層的公務員 沒有人敢做這種事 我想這其實全台灣 這個案子沒去凹 絕對沒去凹 沒有人敢去捕 那機站都不敢去捕 豬尾 豬尾這條定規 奉市長口譽 奉處長口譽 口譽就是我跟你說 這樣叫口譽 或者是奉軍長指示 取這個標案 這個標案起得莫名其妙 楊寶貞你去領這個錢 你不會領得心安 這如果鋼翁翔就對了 鋼翁翔 這種叫做黑官 這種叫做黑官 你到底是什麼地位 你叫安心亞 一樣就是一個推廣大使而已嗎 然後這個標案要求 安心亞要求楊寶貞做什麼事 做什麼事 出席四次的記者會 就這樣 四次啊 你直接擺上去港 擺龍啊 要來走 他就叫他出席四次 這樣他出席一次記者會 可以領三十幾萬 對 就跟我的偶像安心亞一樣而已 比安心亞過啦 比安心亞過啦 所以這個案子充滿了離奇 我相信全台灣的公務員 看到這個案子 一定心裡想說 好可怕 我沒有一個人是政府 好可怕 我的長官 不會叫我起這種標案